- 發了 - 脖子我換位置 - 上次講的反應數量 音效反應數量有幾個原因 - 再來 - 步行一下下 - 來 - 幾個原因 - 音效反應數量有幾個原因 - 四個 - 四個 - 滾度 - 震動 - 天氣 - 呃 - 什麼是震動 震動,放在一個機器上面,離開就可以了 就是攪拌,鮮開攪拌也可以增加排出,對不對 我們都加分攪拌,但是,基本上,震動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主要的四個原因之一 一個是表面肌,一個是溫度,濃度 還有水化劑,大概是四個 攪拌,那你知道攪拌也可以嗎?因為攪拌還是可以增加碰撞的機率,對不對 這幾個是可以增加它的反應速率 這應該要講五個 五個,對,但是 大部分現在在講四個,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你知道,勝利回溯就好 好,那我們來考慮一下 現在我們來看的是可力反應跟平衡 可力反應是甚麼意思呢? 我這邊寫的,我寫的反應是 可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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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消翻甲 這就是消翻甲 這個反應 可以增加上 NO3-4 這叫做甚麼?這叫融解,這放在水裡解離的 消翻甲 消翻甲 放在水裡解離的 解離的 用腳上就是綠花納 NAC囉 綠花納 猴子 猴子 不要一進來趴下來 可以嗎 不要一進來就這樣子 你都還沒開始聽 你就已經小聲聽不懂 這樣怎麼上課 我不知道你這樣子 你會覺得說來這邊幹嘛 來這邊就是每天睡覺的 這兩個都不想像 那兩個都不想像 那兩個都不想像 再來離開幹嘛 好 另外那放到水裡也會寫離開 我們正常來講就是 畫一個單鏡頭 N A 寫 N A 正 C L 負 可是 這東西如果鹽夠多 我們是講過的 以前上課 我不斷人家的眼睛去 鹽會溶解 不斷人家都會溶解 不斷人家都會溶解嗎 不會 是不是會到一定程度會 好 那假設這個時候全部溶解 假設現在全部溶解 好了 可是我開始水蒸發 水會慢慢蒸發嗎 會啊 會慢慢蒸發 蒸發蒸發 蒸發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誒 這發生什麼事情 水會降低 水會降低對不對 還有一些什麼事情 會有結晶跑出來 會有結晶跑出來 會有結晶跑出來的 結晶跑出來的 結晶跑出來表示什麼意思 叫做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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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結晶跑出來 結晶就是指 結晶就是從 鈉離子跟濾離子 再跑回來 濾化鈉 對不對 那個固體是濾化鈉 它之所以會解離 之所以會溶解 是因為水分子對它的碰撞 碰撞的時候 帶掉 然後把鈉帶出去 對不對 碰撞的時候 把鈉帶出去 所以它慢慢溶解掉 可是一樣啊 鈉離子跟鈉離子 在水裡造型的碰撞 如果 不斷的水一直變灑 水一直變灑 水變灑 相當於這個 濾離子跟鈉離子 是不是增加了 濃度不是增加 濃度增加 按照我們講的 反應速率 是不是 它碰撞的機會就增加了 碰撞機會增加 是不是有可能 一碰 欸 我沒有地方可以去 或是我不想去 我就兩個淋來一起 就回到地團 就變淋吧 它就回來了 所以就是可逆反應 相當起來也是一樣 可逆反應 通常來講 就是你在碰撞過程當中 它跟水碰撞 它被分開成兩個 這兩個碰撞在一起 有可能又回來了 所以就是可逆反應 所以假設 我們現在看 你如果看到 這回去你可以去做實驗 這很簡單 你回去拿一杯水 你如果拿兩杯水好了 拿兩杯水 第一杯水呢 就放一些糖 鹽 放到這個鹽 不會溶解 底下還有鹽 放到鹽巴為止 懂我意思嗎 就放到鹽壓超過 過量 過飽的 這時候呢 這個蓋子 把它蓋緊 你觀察裡面的鹽巴 大概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 裡面鹽巴不一樣 另外一個呢 是把它溶解 溶解到你看不到鹽巴為止 底下不能有鹽巴 但是這個是開放的 讓它水慢慢蒸發 好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我剛剛講這個 我們這個鹽巴 本來是細細散散的 對不對 對啊 然後你蓋子蓋起來 那後來會方便化嗎 為什麼 水都沒有蒸發 水沒有蒸發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它是處於 這個動態平衡 什麼動態平衡 就是這個 固態的鹽巴呢 被水撞了之後 還是有可能溶解 可是溶解出去的 綠化鈉呢 可能在水裡面 撞上這個鹽巴的時候 它就可能 又重新結晶回來 所以它是一個 不斷的溶解 不斷的結晶 不斷的溶解 不斷的結晶 不斷的溶解 不斷的結晶 所以到最後面呢 這些細細的鹽巴 可能會變成一大塊鹽巴 變成一整塊鹽巴 本來是細細的 閃閃的嘛 久而久之它可能變成一整塊鹽巴 反正它黏後來之後 不小心就把這兩個淋在一起 就把兩個淋在一起 所以它變成一片鹽巴 這你可以做實驗看看 這需要一個比較長時間的觀察 你回去有框花做一下 就拿一個罐子 可以密封的罐子 可以密封確保它水沒有蒸發對不對 所以它濃度不會增加 但是你可以看到是 它不斷在做噴100 鹽巴融解成離子 離子再結晶回來成鹽巴 所以它不斷的進行 一直在進行的情況之下 它慢慢的就會從0033 碎碎的鹽巴 會變成一整塊鹽巴 這可以試一下 這也蠻有趣的 那這個呢 就會慢慢的就結晶下來 慢慢結晶是因為 當水分越少 這個濃度增加 所以呢 往這邊跑的機率就增加了 往這邊跑的機率增加 它鹽巴拉就跑出來了 好 所以我們上次問的問題 這裡面有問題 在反應的過程上 你可以看到一個反應是 完全反應完畢嗎 有沒有這種事情 有沒有這種事情 完全有反應完畢 有可能 取個例嘛 完全反應 完全反應 就不會再可逆 不會再跑回來 想一想 想一想 有什麼情況 是反應過去之後 不會再回來 反應過去之後 不會再回來 生鏽嗎 生鏽 生鏽不會再回來嗎 不是那個 不是不願人為 沒有人為 OK 沒有人為人為 它就是生鏽就是單方向 大家可以講 反應不會 事實上很簡單 就是像生鏽 或者是你說 碳的燃燒 木炭燃燒完之後 你會說放著它 慢慢一跑回碳 不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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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鬼了 鐵 跟氧燃燒 生成 三氧化二鐵 這個時候呢 它很難回來 為什麼很難回來 我們說看 為什麼很難回來 或者是 碳跟氧燃燒 生成CO2 為什麼不回來 為什麼不會回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很難回來 為什麼很難回來 就是很難 就是很難 好 因為它們的結合非常強 結合非常強 除非要很大的外力 它才可以分開 就是所謂的神力 就是說它非常穩定 也就是讓這種燃燒 如果這樣過去的話 它可以幫助很大的能量 好 像這個東西 我們經常用在哪裡 哪個 這個 上面這個反應 我們經常用在哪裡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是什麼 它會用在濃濃濃包 它會用在濃濃濃包 濃濃包裡面有鐵 它會用在濃濃的水分 你不理解 反應 反應 反應的時候 它裡面的鐵的生鏽 同時會放出熱量 你就覺得 熱熱的 鐵色就會放出熱量 鐵色就會放出熱量 基本上大部分的氧化 都在放出熱量 絕大部分的氧化 都在放出熱量 所以木頭燃燒 你覺得熱 你吃的東西進去 在你身體裡面 還跟你呼吸的氧氣做反應 這算不算你懂燃燒反應 嗯 算吧 很懂燃燒反應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它的熱量 所以為什麼身體 我們人要呼吸 為什麼要呼吸氧氣 因為我們需要能量 我們需要能量 我們吃進去的養分 需要給你氧反應 保持體溫 這時候它還可以幫助能量 讓我們身體 維持我們的運作 好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反應 在第一 如果課本的話 九七頁 這邊有一個 落穿跟離子跟輕易子的反應 我們來看一下 我上次跟你們講過 你們最好不要習慣 拿著學習單找答案 一定要把課本整個瀏覽一遍 看一遍 看一遍 而且這個看一遍的時間 最好是在我上課之前看一遍 那有些朋友可能問說 那我到底下一次要看什麼 很簡單 我教到哪裡 你應該複習到哪裡 那再往後面看了 就叫預習 這樣知道意思嗎 因為我今天假設我把這個 第四章教完了 那你回去應該把複習做到第四章結束 那第一章結束完之後 就去往下來 再接著再看 一個單元 兩個單元 那就是要預習 好不好 這記得要每次做 這樣你的學習才不會 有門檻 跳一跳 我不知道現在上什麼 聽不懂 就聽你講說聽不懂 那就很麻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K 2 C R O 加上 加上 這個是 這個是弱酸根 弱酸根 CrO4 Cr是弱 或是叫個 叫個酸根 這叫做弱酸甲 然後叫個酸甲 然後叫個酸甲 好 個酸甲是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簡單區分 我們學到最終位置 第三章講酸鹼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屬於哪個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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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撿咯 不是 那就是中性咯 不是 那就是中性咯 就只有這個酸甲 亂講 酸甲 又不酸又不撿 第三章在講什麼 我剛才講 我剛才講 第三章在講 酸鹼 鹽嘛 所以酸鹼鹽 記不記得 酸鹼鹽 我剛才說你解錯 蛤 我剛才說你解錯 你不應該忘記了 我禮拜才看戲過的 你要問我說 酸鹼鹽是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說 眼淚怎麼產生的 忘記了 眼淚怎麼產生的 忘記了 你告訴我 眼淚怎麼產生 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酸鹼鹼 酸鹼鹼的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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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看 有NACL加上 這是另外一個 先看說解錯 NAOH是什麼 青藥荒鹼鹼 強鹼 加上HCL 強酸 會把音生成 NACL加上水 對不對 我們通稱 酸鹼中和的殘物 就是鹽跟水 如果我們把這個東西換成 甲 這叫做青藥化甲 所以青藥化甲 青藥化甲是什麼 也是一個強鹼 那是一個強鹼 只要這個東西解離的過程當中 會放出什麼的 叫做鹼 會放出什麼 青藥根 會放出青藥根的 叫做鹼 這邊是不是有青藥根 這邊有青藥根 就是鹼 它如果跟一樣 我們如果這邊酵酸 HNO3 反應 什麼叫做酸 什麼叫做酸 我們選酸鹼 點的都不是青藥 什麼酸的特性 可以放出青藥質是酸 對不對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哇咧 什麼叫做酸 吃點的酸就是酸 主要是放出青藥質 然後放出青藥質 放出青藥質 然後放出青藥質 就是酸 你看 鹼放出青藥根栗質 青藥根栗質 青藥根栗質 酸放出青藥質 青藥根栗質 青藥根栗質 跟青藥質會結合成 酸 對不對 我這算負型 好 然後剩下的東西呢 鈉離子 跟 氯離子 就會結成 氯化鈉 那這邊呢 會什麼 甲離子 這叫做什麼 蕭根栗質 跟氯離子 糾結成什麼 這叫做什麼 蕭根栗 這叫做什麼 那這邊是不是還有水 好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蕭根栗 還是什麼 鹽類 對不對 同樣的 甲側這邊是 H2C R O4 這叫做 弱酸 好 各酸 加上 K OH 這是什麼 氫氧化鈕 對不對 好 兩個 它會生成什麼 會生成什麼 K 2 C R O4 加上H2 懂命了嗎 1 1 2 2 是不是 好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什麼 鹽 這是鹽 所以 如果各酸甲 也是一種鹽類 它可以放入水 這是各酸 這是輕氧化甲 這樣叫做什麼 酸 鹽 中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反應 我現在把這個 這個 一般來講 鹽類的特性 鹽類比較容易容易損 它比較容易容易損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 各酸甲放到油 方便去 它是會解禮成 K 2 K 正 兩個 加上 C RO4 2 這麼 這什麼問題 有 沒有 有 問題 有沒有 問題 沒有 這是解禮吧 通常解禮的話 你會看 我前面一塊 後面一塊 這個 會解禮出去 這就是另外一個 對不對 這個會帶正電的話 這是帶負電 對不對 你們很疑惑的看著我 你要知道 你 不知道 你突然會有的東西 你可能不知道 那不知道是什麼 你要告訴我 你說 所以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為什麼會那樣子 我要告訴你 你的疑惑是什麼 懂嗎 因為看起來 表面是疑惑的 你要告訴我 你的疑惑是什麼 OK 知道為什麼 有知道疑惑嗎 你的疑惑是什麼 知道嗎 疑惑是什麼 我疑惑是什麼 疑惑是什麼 那個不用疑惑 不知道 然後你說 我全部聽不到 什麼都全部聽不到 什麼都全部聽不到 什麼都聽不到 從第一張 第一個字開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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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們可以再從講裡面 沒有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要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班上有很多同學 每個的狀況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有幾個教學方式 一個教學方式是大家看書 有問題來問 就跟英文一樣 對 可是 製作為指導師 你每次都在看書 但是你每次都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寫書 寫書 寫書不會有問題 有啊 那我寫書不會有問題 對 那所以我現在講一件事情 像浩瑞說的管理聽不懂 你呢 沒有 哪一些聽得懂 哪一些聽不懂 對 為什麼我姐弟也聽不懂 哪一些聽不懂 很小啊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OK 那就是聽得懂 對 那 那我的意思說 那你聽不懂 我已經講過你的方法 你有沒有試著去做過干 浩瑞 沒有啊 那為什麼不是做過干 因為 因為 藍 不是藍 應該不是藍 就想做 那 那為什麼 你也是全部聽不懂 今天又聽 全部聽得懂 今天全部聽得懂 那你要表示你全部聽得懂 在問的時候你都沒有告訴我 你覺得懂 我告訴你 你們是不是有疑惑 你應該說我沒有疑惑 我都覺得 呃 在 在 重新翻譯一次 我們講 我們講 譬如說講 那 為什麼他會反應在一起 嗯 為什麼反應在一起 有人缺動力 有人缺動力 哦 他不只要電子的問題 那 外面幾個電子 我們趕快查周期表 對不對 趕快查周期表 對不對 欸同學趕快查周期表 浩瑞 趕快查周期表 十九 你為什麼會知道 你為什麼會知道 四十九 那個 哪一隻 那一隻 哪一隻 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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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十一 十一 對 十一 第二層 八個 第三層 一個 綠呢 幾個鏈子 我這種 35.5 不是 35.5是鏈子亮 綠是 佛綠秀點2在雅隔壁 再倒數第二組 十七個 十七個 第一層 兩個 第二層 八個 第三層 八個 七個 七個 所以你看 那這個電子很容易被拿走 很容易被丟掉 因為它丟掉太穩定 對不對 它很想丟掉 綠很想得到那個電子 所以它就很容易把電子借給綠 所以兩個彼此穩定 但在情況之下 電子還是它的啊 因為它電子借過去的時候 它帶什麼電 帶正電對不對 它就帶負電啊 那這個電子是不是 你想看到 綠 鈉 鈉 它們在寫的時候 鈉 把電子借給它 所以它帶正電 它帶負電 這個電子在這邊 是很容易被排斥過來 對不對 因為這邊帶負電嘛 負電 負電會相似啊 所以它就跑過來對不對 所以上次電子會在這邊跑一下 在過去這邊跑一下 在這邊跑一下 它兩邊跑來跑去的 所以我們說一個分子是什麼 分子是說兩個原子 兩個兩個以上的原子 他們因為彼此交換電子之後 形成的一個穩定狀態 他們在交換電子的過程當中 形成一個穩定狀態 那把電子借給綠 它穩定它穩定 可是在穩定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這個電子好像跑過來一下 這是一個交換過程 因為它本身帶著電 這電子還在吸過來一下 所以這電子在中間跑來跑去 但是主要是要維持兩個 時間很穩定 對不對 那先來講這個電子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這邊 因為這樣比較穩定 好 那 當它進入水裡面的時候呢 進入水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那帶正電 綠帶這邊對不對 那癢呢 早 今天是在請你吃麥當勞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拜託不要再遲到了 要怎樣才不會遲到 每次沒遲到就有麥當勞吃 大家知道 請到吃吃麥當勞 我幫你吃醋 我幫你吃醋 好 好 要怎麼樣 這樣會不會覺得容易自己等 請我吃麥當勞 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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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繼續吃醋 請這樣站上 好啦 同樣道理 同樣道理 癢跟輕在一起反應也是一樣 輕之間 輕把電子借給癢 所以癢呢 他帶來負電 輕帶一個正電子 所以他穩定了 可是他們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分子 所以電子是少來跑去的 只是大部分時間總會在癢這邊 所以癢是帶負電 大部分時間輕是撒個電子 所以輕是帶正電 這沒問題吧 有有有 好 這個水分子撞過去了 撞上去了 你看 他帶負電 他帶正電 所以他就有一個拉力 有吸引力 有吸引力 他就把那也拉出去了 所以那呢 暫時就跑過來這邊 那就跑過來 那 就跑過來 那被拉出來之後呢 綠就留在這邊 綠就剩下單組一個 他就帶負電 他就帶正電 那這時候 這個什麼 這個癢的電子 也會稍微給他一些 反正他就會讓他維持 他被拉出來了 他那邊是讓他帶個正電 他掃個正電 掃個電子 他也是穩定的嘛 他那時候就會在水分子 就被拉出來了 所以在水分子撞來撞去的時候 綠也是一樣啊 綠會吸引誰 綠會吸引水分子的氫 對不對 氫帶正電 所以他兩個彼此吸引 也會彼此穩定的狀態 所以這叫做解鈴 知道嗎 我現在拿 對話讓他來做解釋 趙總 你已經進來了就要開始聽啊 不是專心吃你的食物 就看著臉旁邊 還在悠閒悠閒的吃東西 好不好 我現在又算在複習 因為前面有些東西 講的當然有同學出不動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複習 人家是踢胞 進來了就趕快想到 趕快把進度改善 同樣道理 不管是 NLO群 放到水分也是一樣 NLO群在這邊的時候 一般來講 OH他結合的強度比較強 這邊他整個來講是帶一個負面 清跟他在一起 跟他整個是帶負面 清涼症 就是水 水是個分子對不對 水在水裡面 水本身在水裡面嘛 對 但是水本身也會解延伸 新鼻子 跟清涼症 鼻子 那你可以問我 你看問我 你不是說嗎 反正這個淋住 清的叫做酸 反正這個淋住 清涼症的叫做鹼 那水是不同的 酸的特性跟鹼的特性 很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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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是嗎 為什麼結果不是 你不知道 你想想看 沒有 我真的想 好 這對附近有的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說這東西叫做酸性 這一杯水是酸性 為什麼它叫酸性 為什麼是酸性 我知道 H比較多 OH比較多 非常好 但這杯水是酸性 表示他心涼症比較多 B OH多 它就是酸性 那OH比較多的時候 然後呢 有鹼性 就這樣子 那為什麼水 沒有酸性 沒有鹼性 還是有吧 不會 正常的水 純水 為什麼不是酸性 不是鹼性 剛好綜合掉 對剛好綜合掉 一樣多 讓它清涼症 一樣多的時候 就綜合掉了 所以它沒有酸性 也沒有鹼性 我們剛剛講 清比較多 酸性 清涼症比較多 鹼性 清涼症一樣多的時候 中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這邊 在反應的都叫做 中和反應 你看 它放出 清涼症 它是鹼性 它放出 氫離子 它是酸性 當我這兩個濃度 一樣多的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中性 所以只剩下水 跟你的鹽類 所以有一個來講 鹽類是中性 和酸性 鹽類都是中性 因為它是從酸跟鹼一起反應得來的 好 大問題 有 浩雪大問題 有 浩雪 哈囉 哈囉 怎麼了 不曉得 好累 你看 你四十一塊太多東西了 十年的功力 灌給你 就累了 你要想要這樣解釋 你有沒有哪邊聽不懂 有聽不懂 叫舉手 不要 我現在講 告訴我 今天都全部聽不懂 那我就會真的很累 如果很累 我是免累 如果很累 對 那你也想 你看我講到這邊 有沒有聽不懂 有沒有 嗯 好 在自然科學 其實我昨天都在考慮 數學跟自然科學最大差異 當然 他本身現在也在教數學 他也在教演化 那他也 他這陣子也有學生是這樣 就是 那些學生啊 寄很多東西 就我班他們的工作也很像 每次在講 講到這邊 啊 我知道了 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再說 為什麼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記得就是這樣子啊 我記得就是這樣子 可是他也抽不上所有人來 可是他是抽錯的 然後我看 一定同學應該要解釋一件 那他就很煩 不要跟我解釋那麼多 你告訴我結果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記下來 他只要記下來 還記得下來嗎 可以吧 當然是記不下來 因為東西那麼多 我覺得 除非說你記憶心非常好 否則基本上是背不起來的 就是有可能可以記下來 有可能 但是我認為 我自己也背不下那麼多 所以 每次你在問說 周期要不要背 那就要不要背 我實際上 會不會背起來 我覺得是 因為經常用 你就會熟了嘛 就跟英文一樣 你只要常講就會講啊 你不需要一定要背啊 你不需要一定要背啊 我第一次常看書 中文字也是一樣啊 中文字會什麼寫 你會不會寫 你常寫就會記得怎麼寫啊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一個很大問題 我們現在走一個 惡心循環 因為我不會寫字 所以我打字 因為打字 所以我就越不會寫字 你會不會寫字 等我意思嗎 欸猴子 你要離開教室 跟我講還是你去哪裡 我有一次神II讓他講 是的 啊 因為我不知道你去哪裡啊 不要不要不要我講 我去打個不斑 所以 所以你們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記得 那就是練習的過程 你練習不會 會容易幫助你擠的 寫字也是一樣 你越不寫 你越不會寫 越不會寫就越依賴電腦 你越依賴電腦就越不會寫 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在學習過程當中一定要記得 就是你要去思考 你越不去思考 你就越不會思考 你越不會思考 就越沒辦法思考 這也是過程 所以現在我在想的東西都是邏輯 你有沒有感覺 這是一個關係 這是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關係 我在講這個邏輯 你想一想這個邏輯你想通了 這個道理想通了 你去哪邊 後面的問題只是這個邏輯在一個延伸運用而已 你就容易去理解它 好不好 你要記得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是可以想通的 但是你不要去背起來說 老實說NLAOH放到水源就會變成 這個NLA症加OH負 不要去記這個 這個記不起來了 你要想說這個東西它是怎麼樣組成的 它的水源會怎麼樣 去思考看看 它為什麼會解離 它被水壯 水源有帶正負 我們也講過了嘛 我們不是嗎 把硫化納放到水源去為什麼不會解離 放在酒精裡面 放在酒精裡面為什麼會解離 看過沒有 忘記了 我們做過試驗啊 有啊 我們把鹽放到酒精裡面就不會溶解 有沒有看過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啊 你不記得 你不記得 浩選你記得嗎 我記得有人做水源溶到水是誰做的 你是做酒精對不對 你是做酒精對不對 你是做酒精 你是跟告通一起做的 我一張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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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每人做的時間照都被跑出去了 嗯 怎麼樣 我剛剛就做酒精 為什麼 因為裝太熱然後都忘記了 蛤 外面會比裡面暖 為什麼 因為超冷然後去月如釋 那是什麼 所以不是去外面買 是去月如釋嘛 這不是重點啦 在上課你把月如釋拿 結果你沒看到這個實驗 你不覺得很可惜嗎 不覺得 不覺得 沒有出道啊 你有出道到底有沒有出現一下 啊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欸我那看在不成 有記錄嗎 不是啊 演出家的去年 演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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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今天這時候我們拿酒精到電話中的 哇 應該不是那次啊 是吧 為什麼是黃哥 不是那次 哦 對對對 有種通常的一些 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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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了 那個鹽加酒精那個不見了 我現在沒有東西 為什麼不見了 我都掉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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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加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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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不會融到酒精裡面去 為什麼 因為鹽 酒精沒有像水一樣有提性 鹽是一個 酒精是一個比較大的分子 不是 C2H5OH 這是乙醇 乙醇它本身是一個比較大的分子 所以它基本上均勻的 它沒有奶緣特別帶正面 還是帶負面 所以它撞到氯化鈉的時候呢 它沒辦法把鈉給吸出來 它也沒辦法把氯給吸出來 所以基本上它沒辦法溶解 可是是不是真的完全沒辦法溶解 是不是真的沒辦法完全溶解 還是只有一點點溶解 可能有點溶解 我們從時間上沒有持續觀察 我們應該溶解完之後 就把它過濾再秤重 看它是要怎樣的過濾 觀察你知道它裡面的過濾嗎 它這麼少一點點充滿溶解 是這樣嗎?不一定嗎? 你想想看嘛 我現在譬如說 我現在鹽 我溶於酒精之後呢 我把這個過濾到濾子 我是不是會那個渣渣就會呈現在這邊 對 對不對 我在溶到酒精之前 我先把鹽秤重 我在過濾之前 過濾之後 再把它晾乾 再秤重 假設這兩個重量相等 表示鹽巴怎麼樣 沒有溶解 假設這個重量有稍微減輕一點點 就是有溶解 是不是這樣? 這應該是可以測得出來 並不會說測不出來 可是我們 就是茶油花的時候 就是半溶解 可能半溶解 半溶解 還沒有到0.5 就是半溶解 還沒有到0.5 所以 倒不會是在上面 那如果是這個道理的話 怎麼辦? 換更表的秤 換更表的秤 一個是換更表的秤 另外的方式就是 你的量多一點 你不可以是放一公斤的鹽嗎 你只用兩公升的酒精 混合完之後 你看這一公斤的鹽 會不會少了三克 對不對 一公斤的鹽少三克一定秤得出來 我們的秤是秤0.5克左右 0.1克 所以要多於1克 我一定秤得出來 是不是 好 一個方式就是放大你的量 一個方式就是像剛剛講的 我去找更精力的秤 這都是可以解決的 好 你可以做這個實驗 好不好 酒精 那個眼中的酒精的實驗 你可以做一下 好 所以我要講這個 個孔瑪液 個孔甲跟水 好 那我現在 你有沒有這個擦掉 我现在取这个水来用 取这个泥 我们下面也做这个实验 因为这个器材 那个重色酸是有毒的 我们现在讲一看的是 这个凡方式下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个 个酸跟氢反应 跟氢离子反应 氢离子怎么来的 氢离子怎么来的 怎么抓来的 从哪边来的 氢离子怎么来的 氢离子怎么来的 同学 氢离子怎么来的 压缩 什么压缩 是一样 我们刚刚不是讲的吗 假如我现在是 K2CRO4 这是个酸甲 对不对 我放在水里面去 它会产生 甲离子 加上个酸根 对不对 是 我可以产生 甲离子 那怎么样 我怎么去得到氢离子 有氢离子 有氢的化合物 有氢的化合物 什么氢的化合物 有氢的化合物 有氢的化合物 同学 我们学了那么久 刚才有讲过 什么东西可以产生氢离子 什么东西可以产生氢离子 酸 酸啊 如果只要在这个液体里面 这一定是液体嘛 这叫做解离 解离 你会再来发生 水里面发生 这个实验都在水里面做了 所以这是水溶液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水溶液 这里面有水 所以会在这里面 滴上几滴 酸 假设有滴入盐酸 盐酸可以放入氢离子 可以放入氢离子 我就是加上氢离子的意思 我就是加上氢离子 不止加上氢离子 对 还有氢离子 可是氢离子根本不会反应 虽然氢跟甲的反应 虽然氢跟甲的反应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它 这不是个重点 因为氢要甲质沉淀 我们就变点而已 氢要甲质沉淀 它跟酸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 重点在这里 重点在这个反应 这个反应 马上在这边来讨论 好 我现在 个酸根加上氢离子 我们发现它会产生 这种个酸根 跟水 它会反映成水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黄色的 这个东西是橘色的 所以这个反应的过程 看来见 它颜色就变橘色了 而且假设反应是往这边跑 譬如我假设一太加酸力去的时候 我加一点点 会跑很多过去吗 不会 不会喔 你看这比例啊 1比2比1比1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一末的 各酸根 要跟2末的轻反应 一个各酸根要跟2个轻反应 假设倒进去了 只有 假设一开始 这边有1末 的各酸根 可是我倒进去 0.1末的 心离子 也就是说 用0.1末的这个 鹽酸倒进去了 我自己就得到 0.1末的 心离子 是不是 嗯 好 请问我会得到多少 末的 假设全部都反应过去 全部都反应过去的话 我会得到多少 的重各酸根 一切 这个草一直不用平衡 诶 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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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7 7 加1 8 7 OK 好 好 這樣平衡 這樣有平衡嗎 沒有 好 平衡 這邊兩個 四個副 兩個正 所以那邊都要兩個副 這個 所以我0.1末的 心离子 我會 跟多少末的各酸根反應 兩末 為什麼兩末 我這邊只有0.1末 我只有0.1末 所以這邊會幾末反應掉 也是0.1反應掉 對不對 這邊是0.1末反應掉 那會生成多少重各酸根 0.1 0.1 是0.1嗎 0.0.5 0.5 對 0.5 非常好 需要以下一點 有正在聽 你看 這是2比1 對不對 這邊0.1反應掉 我這邊只會生成0.5 是不是 0.5 會生成多少水 也是0.5 好 所以這邊剩成0.5末的 差不多 那這邊剩多少 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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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一屬 一屬 多少 剩下 剩下 剩下不是一屬 只應該是П1末 我默下 давайте 2.1 對不對 我是不是30.9 是不是30.9 所以這 THE 顏色會是什麼 我最 不要 胡 這是偏黃色 黃色跟橘色的一邊 黃色比較多 橘色比較少 是偏黃色 對不對 那我不想讓它變橘色怎麼辦 怎麼辦 我要加多一點酸 它就往前跑 我加多一點酸就往前跑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了 那我如果 也就是說這一杯水 我們應該講 這一杯水容易 一開始呢 只有 甲離子 跟 個酸跟離子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後來呢 我加上酸之後呢 酸 酸 酸是H症 可是我因為是加一個玉鼻子 我加酸之後呢 這個酸會跟這個反應成什麼 會反應成 新的 會反應成 重個酸跟 CR2 O7 O2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水 水也不用寫 因為這本身就是水 這裡面大部分都是水 大部分都是水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水也不寫 好了 這個是黃色跟橘色 所以 當我加酸之後呢 這一杯水融裡面就變成很複雜了 有 甲離子 有 綠離子 有 個酸跟離子 重個酸跟離子 還有氫離子 好 我如果持續加氫 就是 岩川再加進去的話 我再講我們下一個 這情形 誰會增加 誰會變少 誰會增加 誰會變少 告訴我 快點告訴我 誰增加誰變少 這麼多東西 誰增加誰變少 怎麼五個東西啊 誰增加誰變少 這個 H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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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要重什麼 重個酸跟也增加 重個酸跟也增加 個酸跟 這個 這個多一點 重重個酸跟 這個 個酸跟 這個就會減少 對不對 這是不是可以增加 因為有綠 是不是可以增加 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 所以顏色就變橘色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如果不加這個 我改加別的 我改加 解 解 對非常好 N6H 那會怎麼樣 我加N6H進去喔 也就是事實上我們加什麼 N A 正 還有OH 然後加進去 誰會增加 誰會增加 或誰會減少 H會增加 H會增加 H會增加嗎 因為它變水 對 H正應該變水 H正是變少了 因為它會變水 對 它變少的時候會怎麼樣 你想想想 這個反應 這東西變多了 反應是往那邊走 就往這邊走 這變少了咧 那為什麼會變多 oh sorry 變少了 那是變少了 對不對 這變少了 反應往那邊走 會往這邊跑 會往這邊跑 對不對 這變少了就讓它 這個濃度增加 這個濃度比較高 這個濃度比較高 撞擊它就往這邊跑了 往這邊跑的機會就增加了 所以 誰會增加 誰會增加 個酸根 個酸根 個酸根又增加了 然後 重個酸根又減少了 是不是 哪有什麼東西會增加 沒有病 其他沒有病 它增加它 那椅子 對不對 這裡面也會變黏髮 它裡面的比例夠不夠多 應該不會多到沉澱 一般來說 這個水容易都很多 這個會到沉澱很多 這個會到沉澱很多 對 就會 就會再往那邊跑 所以會變什麼顏色 呃 會變 黃色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這個式來看 因為它有酸的影響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都是看到 我假設加了酸 反應會往那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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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跑 對不對 我如果加了鹼會往那邊跑 會往那邊跑 這樣清楚嗎 清楚嗎 不清楚再想一想 下課 是嗎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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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